大家好我是上海马超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电竞依据爱欧尼亚钻一的牌位赛 给大家做的是两个英雄 一个是卡扎丁 还有一个是德马西亚皇子 这边的话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个英雄的符文以及天赋 符文方面卡扎丁这边我带的是一个传统的AP 然后红色这边的话我带的是九个马川 然后黄色方面我带全护甲 然后蓝色是全魔抗 毕竟卡扎丁是一个在线上比较短手的英雄 容易被对面用普攻消耗 所以说这边的话带他双抗 可以增加卡扎丁线上的一个消耗 消耗的话会减少一些 然后精华方面的话会带一个 我带一个三个法术强度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一个 法师的这么一个戴法 天赋的方面呢我这边点的是一个二十一零九 攻击天赋这边的话是点出召唤师的愤怒 然后三点冷却时间爆裂 以及奥数知识三点浩劫 三点思想之令 然后骤劫高解法师以及死神 通用天赋的话带的是召唤师的感悟 冥想回程减少一秒时间 然后智囊以及buff时间的增加 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点法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黄子的话我带的是一个攻击力方面的一个通用的吧 因为我这边是因为做视频嘛 我大多数会照顾一些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只有两页的符文页 所以说可以的情况下 我会带一个比较通用的这么一个带吧 这样子的话 大家自己打起来的话 和我打起来的伤害也不会差太多 好吧 这边的话我带的红色的话 我带的是全攻击力 黄色以及蓝色我带的都是双抗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特别爱戴双抗 我感觉双抗比什么都好 然后进化方面 我带的是三个大攻击力 这样子的话是15攻击13护甲 以及12的膜抗 然后在天赋方面的话 我是点的是2190 因为现在打野 因为现在的话打野基本上都要本身带一点输出了 而不是像以前 以前的话因为肉装都比较普遍都比较变态 所以说一个肉打到后面 如果说真的是肉的很过分的话 是完全可以扛住很多很多伤害的 那现在不一样了 身为一个打野 如果说你去切后排 你出一个纯肉的话 现在既然你出了纯肉也扛不了多久 所以说现在必定还是要带一些有 必定还是要有一些输出 所以说你装分是可以出肉 但是你天赋要带攻击的 这样子的话 即使你是一身肉装 打人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说我这边21点的话是点出了这边物理系的全部点了 然后这边暴击是没有点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打野 我是不可能去除暴击装备的 然后所以说这三点我是点在了这个冷却时间上面 然后九点防御天赋 是点出了陈剑加十块钱 然后点出老兵伤痕 以及三点的护甲 其实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这样点 就点出这个野怪 野怪的伤害 然后再点出老兵伤痕 因为我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点的多点的这么一些护甲 因为我感觉这样子的话 跟对面打野在野区碰到的话 对拼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说打在 在面对野怪的时候消耗可能会大一些 但是我感觉这个无所谓 因为毕竟野怪打你的话 这点血量是你自己可以控制得住的 而不是像跟你你在跟别人对拼的时候 别人打你的话 这个自身的血量是控制不住的 好吧 这边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先进入游戏 现在进入第一场的视频 最近的话也是有些热感冒 所以说导致我这边喉咙又是有点不舒服 所以说这一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调一下 我这边是一个二楼 然后这个号呢也是一个最爱一的号 前面介绍是介绍符文天赋的时候呢 大家是看到的 卡扎丁这一班呢 我是在对面没有选中单的时候 我就已经选择了一个卡扎丁 所以说我也是并不知道对面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然后因为我这边我每一期的话都是会出两个英雄 所以说我可能最近这个视频制作的周期长了一些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因为之前的话 从临单排那个系列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更新非常快 因为两天一期 然后三天就有一期 然后每期也是两步的 可能会大家觉得更新速度非常快 其实有 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分段比较靠后吧 可能是一些白银啊 黄金组的排位 所以说这个素材打起来就比较容易 因为以我现在 以我这个水平的这么一个理解 然后跟那个分段人打的话 基本上很多我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在一盘的视频里基本上都能够表达得出来 所以说这个素材打起来很容易 所以说这个初视频的速度自然就快了 然后像现在的话 这个分段越打越高越打越高越打越高 很多的时候我赢了 而且有时候赢得很漂亮 赢得很快 赢得很轻松 也是一场屠杀 但是那些素材呢 我都是没有办法拿来做 因为 怎么说呢 这些屠杀的素材 它完全没有办法体现出 我所表达的这个意思 就是我所要表现出来的一些小技巧啊 细节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它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所以说我做出来就给大家看到所能学习到的东西都非常的有限 这种视频做出来的话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所以说也导致我现在这个视频的周期会越来越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毕竟分段越来越高 然后在每一盘的 在我自己平时打的时候 所以每一盘就是能够很好地表达出在这个分段再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分段的对手 如果说是一个所把我的视频从第一期就开始看 一直看到 现在的话 当年他们也是走到三十期了 从第一期开始看 一直看到三十期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很清楚的能够感受到 从青铜一路走走走走走到黄金组 直到现在走到白金 马上平线白金 白金二二马快站实了 一直走到白金二 这一路上来的话 所面对的对手 就是说这些从心境 以及从打法 各方面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这也是我做这个丛林单牌这个系列 一个初衷吧 就希望大家的就打法越来越成熟 然后想法也越来越多变化 多变性 就不再是距离于最早的一种想法吧 但是一个总体的思路 我是一直都没有变 那就是就是干 对吧 因为我一直提倡的就是 在和对手的搏杀中间 来提升自己的一个经验 来改变自己的一个打法 来更加清理 对英雄的理解 以及各方面都有更加清晰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理解吧 所以说现在周期变长了 我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如果说大家想看 两天到三天 一步的话 那么我也是可以做 但是那样子的话 每期视频可能就只有一步了 因为我做这个视频 我也是想给大家一种态度 就是要么不看 要么就看爽 要么就看得够 所以说最近我这个优酷空间里面 是被大家给喷爆了 就是超哥你怎么还不更新 你又没更新 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 大家不要怪我 大家不要喷我 毕竟 毕竟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而且我现在也不像 当初刚刚玩英雄联盟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一天玩个十几把十五盘 都非常的有耐心 也都玩得下去 现在的话 我一天 让我连着打 打个三四盘 我就有点吃不消了 这个跟年龄大的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再次说一下 这个感冒的话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说这个在声音方面的话 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这一盘的话 我中度面对的是一个 莫甘娜 这个英雄 我也是很久没有见过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选出来一个莫甘娜 这个莫甘娜 给我的感觉 还是有些淡疼的 因为这个英雄的话 现在 所以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就能够定人两秒钟 然后本身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控 从控制方面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魔法盾 就从控制还有支援方面的话 各方面其实都是一个蛮不错的英雄 但是现在呢 就是因为首先他的爆发不是很足 然后其次对杀漏的 中原杀漏这个装备的需求量实在 实在太大 然后再且 所以说 而且技能的不稳定性 导致这个英雄 渐渐的退出了一个舞台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他在线上的这么一个 他在线上能压制能力 兑现能力太弱 这个就是莫甘娜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 又是因为面对莫甘娜 所以说 我这盘带了一个多难界出门 这样子的话 首先我的血量会更高 然后其次我在线上数据也会更高一些 在跟莫甘娜的耗血过程中 我也是会能够拿到很大的一定优势 什么样的卡扎丁 在中单面对什么样的英雄可以再多难界呢 我这边是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莫甘娜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像紫哥 为什么 因为卡扎丁这个英雄 在线上因为他是一个竞争吧 所以说他经常会被对手用一个普通攻击来进行一个消耗 首先 那个卡扎丁 紫哥的话是几乎不用普攻的一个英雄 然后莫甘娜虽然说用普攻 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那就是手太短 这个攻击距离实在太近了 所以说导致他能够用普通攻击来消耗到我的这么一个机会并不是很大 我才敢带一个多难界出门 因为这样因为在多难的话 我是只能能够带两瓶的红 带两瓶红的话 在线上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蓝不够用 那个带两瓶红会导致一个血不够用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只有面对这两个英雄的时候 大家是可以带一个多难界出门的 如果说面对别的英雄的话 我是一点都不推荐大家带多难界 最好还是带一个180的回蓝小斗篷 然后五猴一蓝 然后一个眼 或者说的话 那个蓝都不用带 因为卡特丽在身上的话 他并不缺蓝 他每一下普攻都会回蓝 除非面对一些就天生压制力非常强悍的英雄 例如说安妮 例如说发条魔灵这种 那样子的话 你就可能会要带蓝了 因为你能够上去A兵的机会实在是太太过少 这盘的卡特丁在线上 前期的话不要多想 也不要想着去杀对手 就是他做好自己 好好地补到 卡特丁在线上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他底下补到的时候 你看在打近战兵的时候 是没有必要开W的 他在打远程兵的时候 是把W开起来这样子的话 他普攻一下 你就可以普攻一下的话 你开着W一下就能把那个远程兵打死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塔下补刀的一个技能 而且他卡特丁的话在线上 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选择了一个主Q-E 当然了你也可以主E-Q 主E-Q的话一般会面对哪些英雄 一般的话会面对 例如说像拉克斯 然后 那个会玩的比较好的那种死哥 这样子的话 我是推荐他要选一个主Q-E 因为首先拉克斯 以及死哥的这个手 技能释放 释放那个距离实在太长了 所以说你能够用Q来消耗到他血量的这个机会 比较少 而且他们推线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卡特丁他就知道这个英雄推线速度很慢 小兵都是靠普攻一个个砍掉的 碰到这种推线特别快的英雄呢 他一会就把兵线推到你塔里面去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 如果说你不选择 主E-Q的话 那你这辈子几乎就在跟塔不到了 而且 这个中路的一塔也是会非常快的被对面把血线给磨掉 这就是一个 这就非常不好了 所以说卡特丁这个英雄的这个技能的话 还是比较多变性的 关键是要看大家具体上面对什么英雄 就用就学什么技能 这个灵活多变性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靠大家自己个人的理解 打架完的话 现在前期我们也是一个劣势 现在比分是一个1比4 对手的话 把我这边压的也是 我这边的话前期也是有一个劣势的 而现在我是大达6G 所以说我是选择了回去一波 这个莫甘娜了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叹什么到了 千万道歉我前面一点时间 也是因为我今天药不多了 要学习药也没有了 然后是没有血了再回去了 大家如果说就算你有药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回去了 首先蓝buff要抓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状态的情况下的话 对面是敢定力心大大汪汪的来偷你的蓝的 这样子的话给你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但是你补过一波装备回去之后呢 这个蓝就会打的比较轻松 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这边的话这个莫甘娜又不见了 我是给队友发过两个信号 结果这个莫甘娜确实去了下路 直接又传送下去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下路这个宝石和虾子也是死在了下路 因为莫甘娜不见 而且他不是从我的视野里 从我的那个视野里就这么下去了 所以说我今天也是不知道他的这个方向 我也就当然不可能就直接是往下路走 所以说最多也是只能给队友来发送一个提醒的信号 这边我也是看到女警回神了 我当时过去的话就算来得及 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也是杀不掉这个女警 所以说这边还是继续选择了回到中路 然后 卡扎丁的话在线上 你到当卡扎丁到达六级之后 会进入一个比较容易消耗的一个时间 就是二号过去 然后一个Q一个E 一二连 然后给对面打一波消耗 这种打法的话 我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去 R的把往别人脸上R 我把往别人脸上R的 你是R的话 你是很有可能会被别人狠打一套 然后你这边吊血会更多 然后这边的话 我也是忽然来 但是这边的话 鲁鲁是冲了过来给了我个E 然后这边是给了一个沉默 然后这边的话 瞎子是过来了 我这边所以说也是走了 但是这边的话 这个哎这个虾子 因为我看到虾子是黏着对面 这个莫甘纳的 而且我这边手上也是有一个闪现 虽然说R是在CD 但是我常常就闪现了 这个虾子不是莫甘纳 黏着莫甘纳的时候我是想的这个虾子是能把莫甘纳给捏死 就是没有管 但是我这边是没有想到这个虾子既然是灰都放了一个W想来掩护我一下 所以说导致我这边是直接是被摩甘纳Q种然后死了你记得了然后反应可能也是慢了一些 这次死掉是有点淡的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突发情况 为什么觉得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个虾子会回来W到我身上保护 所以说也是中了这么莫甘纳这个Q 不过这个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边攀针过来是把莫甘纳杀掉了 这边的话这个莫甘纳是非常怕我来骚扰他 因为骚扰他的话 对于他的血线来说也是消耗蛮大的 像莫甘纳这种英雄 我就是胆子很大 我敢直接撒在脸上啊 因为我知道这个英雄他没有办法对付我的 没有什么太好的杀招 而且因为我是一个主Q的嘛 最主要也是因为我是主Q的 所以说我才敢R的更加这么明目张的 因为主Q的话这个 这个沉默时间会更加长一些 就算等沉默时间过了 我已经离那个人啊 离对手的这个距离也会比较远 对面就没有办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打我一套了 但是如果说是主意的的话 那就绝对不能朝着对面你R过去了 因为在沉默时间非常短 你R过去之后一套技能一人 人家沉默时间一过滑 反手就是一套技能 搞不好你掉的熊越多 所以说卡扎丁这个英雄的话 总体来说还是 这个英雄打法就跟这英雄的特点一样 就是非常灵活 其实变化也是非常多的 这边的话我也是在线上是不停的消耗这个莫甘纳 避免他在前期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前十分钟基本上我卡扎丁都是会选择一个补刀 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能够很好的提升一个卡扎丁的这么一个 哎这边莫甘纳走上去我是个大什么味道 这个大招我是有点没有看懂 估计是他也可能看我日子太好过了 基本没事给我找点事情出来做做 因为卡扎丁这个英雄的话 在线上补刀应该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首先没有什么亲密的技能 然后其次的话在线上基本上是一个烈士 像现在前期的话能有机会都补刀 我会选择落不到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的经济更加好一些 不然的话打到后面的话这个经济就差的蛮多了 我这边的话是看到上路拼起来的 所以说这边直接往上面走 这个努努也是住着 我们这边盘村是一阵独打 我们这边就盘村啊应该死了 这边盘村死了之后呢 我也是到了上面这个努努跟我绕草丛 我直接是阿德草丛里面 然后给了一个Q以及一个E 然后点燃然后住在A 这边的话这个努努也是一直想跑 但这个的话是肯定跑不了了 然后没想到这个努努竟然是有一个500块钱 那就是过年了 杀掉一个努努竟然有500块钱 那简直就是过年的节奏了 这个压子一些多的有点 有点 因为我既然来了上路 因为我既然来了上路 这边肯定是要帮帮队友把这个线退到塔里面去 不然的话出来王子空心后不太要打 我们这边盘村也是 并没有选择来上路 也是直接去的下路 而我这次回家之后 我是直接买出了法川鞋 以及这个无庸大棒 我法川鞋的作用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这每次每一期做AP视频 我都会跟大家说 AP的话 如果说法川鞋能导出 就尽量导出 因为法川鞋的话 出的时间越早 然后 然后这个效果的话就会越好 另外的话 我也是出了一个无庸大棒 大家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不出时光呢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卡扎丁已经不需要时光帐了 因为时光帐 因为现在的话卡扎丁是基本上会逼出一个女神之类 但女神之类这个 因为女神之类这个装备现在合成大天使的话作用还是真的非常大 所以说如果说再出那个时光帐的话就前期太多节奏了 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输出的这么一个AP在前期 那样子的话就有点违背卡扎丁的初衷了 卡扎丁因为在前期的话 凶也是凶在他扰过去QA一套连招 如果说法强实在过低的话 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这边的话 我们的瞎子也是给我发信号 好我们打龙 因为那个莫甘娜的状态也是给我打得非常的差 所以说这条小步 我们也是可以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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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扰一下应该没有怎么太大用 好的这边我们也是顺利拿掉了小龙 这边莫甘娜也是回到了线上 然后因为左右两边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所以说我继续还是回到线上刷 卡萨丁的话大家前期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补刀 因为这边的话线上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的话 卡萨丁的盲目干渴 那有可能导致他的等级以及经济都跟不上 所以说卡萨丁在前期线上的补刀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边的话我回去就是可以出到一根爆点拳杖 我这边看到上路的线就压的比较靠前了 所以说我还是准备往上路走一下 然后这边对手也是一下子回去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线上有线上有机会的话 尤其下面对象莫干娜这种实在是没有什么杀招的AP 还是比较好打的 这边的话下路是机器权被冲打强杀 这一步我是这个机器人是有点有点想太多了 但是我这边的话能追我肯定还是要追一下 这边的话这个文明也是看到我来了 所以说他也是直接不追了 是把这个人头让给我 那下来是继续收了一个人头之后 那回去之后直接出一根爆点魔杖 然后买两瓶红 因为卡萨丁现在这个版本出时光杖的话太多节奏 所以说我这边也是因为我看了一下琴棋 对手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威胁到我的英雄 所以说我这边是没有选择出 我这边的话也是没有选择出那个重要杀戮 而是直接选择了出一个帽子 这边的话机器人还要过来做视野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边是肯定要直接先去杀这个机器人 啊过去QE一个点燃 然后开 然后我这边开启W追了他砍 然后一个RR过去就一刀 然后这边机器人还要把DQ带走机器人 这边卡萨丁就是这点好 就是说在单体追杀的时候几乎是一个无敌的姿态 啊这边杀了机器人之后 我的钱是够我回去出一个帽子了 卡萨丁的法讲起来 这卡萨丁这边的话如果说能够 啊卡萨丁这边起来的话 如果说能够先出到一个帽子的话 还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啊就是在线上 刷冰的这个速度会快非常非常多 这边莫甘丁是现在下路 但这边的话上路选择一个冲塔 所以说我这边是直接马不停 就往上路再赶 别RR过去 然后这边的话是超进路 但这边的话我们这个瞎子啊 还好下我这边是直接赶到了 这边瞎子肯定死不掉了 我这边R过去 然后A一下 那这边的话这个努努 这个努努也要回头认我一个E 但这边的话它是必死无疑 那这样子的我上去之后又是拿累一波双杀 同样的话身为AP就卡萨丁的作用 就要比莫甘纳要打得非常多 其实大家就不知道 我真的不懂这个家伙为什么要选莫甘纳 这边的话我上路刷完中路补一波线 然后继续接着马不停进到我下路赶 因为这边的话 莫甘纳是前面是在下路 然后回到中路了 那我前面在那个三角草 在F4那边是等了一下 结果这边莫甘纳是没有往这边走 这边的话下子是让我自己打下蓝 那这边打完了buff之后也是直接开始往下路走 因为莫甘纳什么都在我们的莫甘纳已经判斥什么都在下路 那下路这一波是肯定要打起来了 这边的话是鲁鲁冲在第一个 但是我们这边我也是直接被秒掉 那我这边过来之后是直接杀掉了对面的莫甘纳 莫甘纳把我沉默的情况下 但是开不出沙漏的 然后这边我们是继续追这个机型 然后这边是先闪现 然后再啊过去一个一套QE是直接秒掉了对面的机型 那这边的话下路一波成功的干客 然后是拿掉了两个人之后以及一个外塔 这样子呢我们前期的练势就直接全全部搬回来了 而且我现在回去之后 我是直接出的大天使 而且出完大天使之后 我的法枪已经是接近400在20分钟不到的情况下 接近400AP的这么一个卡扎丁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以前出时光这样的卡扎丁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一个饭盒的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退化成时嘛 就是每升一级的话他会回血回蓝 这样子的话可以提升卡扎丁在 提升卡扎丁在线上的一个混线能力 但现在的话因为随着版本的节奏加快 所以说现在的话玩这个游戏 出装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 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还是有还是必须的 这边的话我们这个宝石也是真的是 真的是凶猛啊 这边的话直接打起来了 然后我这边现在边上猫着 等自己队有一套技能扔完之后我再上去扔 那然后这边的话机器人是偏绕后 然后他们想杀我我是不可能杀掉我的 然后看到没有人打我之后 然后我再扔上去 因为莫干娜开出直接开启了沙漏 那这样子的话就莫干娜是必死无疑 然后这边是扔上去一个Q是直接杀掉了对面的鳄鱼 然后一个E是留下了对面的女警 然后这波是直接打到对面一个S 然后我们这边是可以直接叮叮叮叮打打小龙 尔卡扎丁的话打团我是 尔卡扎丁打团的话第一个R千万要慎重 就是说不要很盲目的R上去 因为很盲目的R上去 对面的技能都没有扔掉的情况下 尔卡扎丁很有可能是直接把你秒杀掉的 好 这边是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盘生 发现他们俩身上都没有蓝BUFF 那这样子的话就说明对面 因为前面那波对啊对手 哎 这边是差最后一次选 这好尴尬 因为前面对面是被我们团灭的 而且我我前面身上蓝BUFF是没有刷新嘛 然后所以说哎这边奴奴是干嘛 你这个奴奴干嘛你 好这奴奴有点 估计是他前面一门心思全是看着上路的潘森了 想要上去说想要上去帮鳄鱼来干个这个潘森 所以说这个视野并没有切到自己这边 然后这边半路的话直接被我打了才发现这边有一个人 因为前面是团灭对手 然后剩下我们回忆活这三个人身上都是没有蓝BUFF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也是感觉到 也是知道全面对面身上都没有打蓝的 所以我这边前面是很定心的就是跑过去把对面蓝透了 然后上面的话鳄鱼是死了 然后下路这边莫干纳也是死了 然后这个机器人肯定也是必死无疑 那经过两波团的一打的话 基本上是半 现在已经是鹿鹿开花 对面已经是没有完全没有一战之力了 这一盘的话我们前期是烈士 但是烈士的话再大也不能急 因为急了的话就一点用都没有 卡扎丁在前期这个法处强度并没有 法强并不高的情况下 如果说盲目去干渴的话 很有可能会失得其反 不如就在线上好好的刷好好的刷钱 然后把等级精神尽量的提高 卡扎丁这个英雄的话 等级也是非常重要的时候 就我直接Q 这边运行还是跑掉的 前期尽量提升等级 然后等级起来之后的话 对手也不是很好 等级起来之后 然后拥有一定的装备再出来干渴 只要对手的话 没有选择那种什么破塔之类的 就不要前期就尽量不要动 如果说对手是直接选择了要拆我里面下塔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肯定是要去帮忙的 因为卡扎丁什么都不怕 就怕对面集合太早 对手一旦集合过早的话 卡扎丁就基本上属于一个半弹机的人物了 这边的话卡扎丁双倍起来 最后这一个爆发是真的是高的有点离谱 现在是直接把对面中路拆了 那这样子的话 对手应该是已经是准备投降了吧 现在是直接把对面中路拆了 那这样子的话对手应该是已经是准备投降了吧 那这样子的话对手应该是已经是准备投降了吧 其实在顺风的非常顺的情况下 我这边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的话是可以去出一个出一个明火 因为卡扎丁出来明火之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伤害简直是令人高的令人发指 像对面的一种ADC的话 R过去明火QE顺秒 这边的话对手也是直接打 直接是投票了 那这一盘就非常轻松的就拿下了 虽然说前期是一个劣势 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然后再接下来进入第二局游戏 节目中间呢是进入我的淘宝推荐环节 罗子美食哥真的满邻的 这边的话实际给大家这些推荐 介绍一下我的传统零食店 这边传统零食店的话 现在天热 如果大家都是可能对吃的方面要求不是很高 所以说这边是主要推荐一下我的店里的香蕉牛奶 这边香蕉牛奶已经降到了五块九一包了 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了 而且如果说你购买一箱的话 这边的话江浙户也是全部包邮的 然后如果 然后如果说你买别的东西的话 到达69元江浙户又包邮了 然后达到一百三十九一百三十九元的话 广东北京天津福建山东等地的话也是全部包邮 然后像其他地方的话一百一百九十九元也是会全部的包邮 所以说这边的话 也是给大家也是给了大家很多的促销活动 然后我这边也是推荐几款比较好吃的零食给大家 首先是这一款的猪肉骨 这一款猪肉骨的话是我店里也是大家烤评特别多的 特别高的一个产品 也是希望大家来尝一下 肉质也是非常味道非常棒 绝对比超市里卖的要好吃的多 然后另外的话也是这一款XO酱烤的肉粒 这款肉粒的话也是 是我店里应该是卖的最好的一件产品了 大家可以来尝一下 十六块九的价格也基本也几乎是全网最低价的 然后呢接下来是给大家 这样的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别的东西 比如说这一款巧克力可能 可能大家觉得现在天热了 巧克力可能不太好吃 但是这款巧克力味道确实非常好 大家如果想吃的话是可以过来尝一下 其他的话例如说像这些马蜀啊 因为这个马蜀是有六种口味的 大家如果说想吃那些口味 是可以给客服 就是说特别著名一下 另外的话这个 这个菲律宾的芒果干净 也是味道非常纯正 这边的话如果想吃也是可以来看看 好吧 我这个人毕竟不是怎么会来推荐一下自己的产品 所以说导致他这个淘宝店生意一直不是很好 但是我这个人呢怎么说 没有什么做传销的这个本事吧 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不买的话 我还是能够加一下收藏 有算是对我的一个小小的支持吧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进口的零食店 这个进口零食店的话 这边热销的也都是我这边 是店里最好吃的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 是可以来尝一下 这边的话这个自然派的蜜汁牛肉条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吃一下 只需要一块钱都不到 味道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自然派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牌子了 如大家 在一些大超市里面基本上几乎都能看得见 好了 这边的话 本期这次广告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进入下一排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一盘的 现在是第二盘了 这一盘的话是一个打野的皇子 同样的 这也是一场专一的排位赛 而且我是 我是直接就是排在了四楼了 那这样子的话 然后我们这边的 这边的队友以及队手的这个分分段 是要比前面那一盘要高的多的多 最近也是感冒了 是可能声音上有些问题 然后平时可能会带上一些感冒的特征的声音 所以说希望大家也是能够见谅一下 高分 高分段的话 我是看了一下 这个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打这个大号码 然后我也是感受了一下 我发现高分段的话 黄子的出净率实在太高 比下个这种英雄还要高 几乎的话 每一盘都有 都看得到一个皇子打野 所以说我这边也是选择做一盘 象征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英雄 皇子的话也算是属于一个万金油 在不管任何一个分段 这个英雄都是一个非常霸气的一个英雄 皇子的特点是什么呢 轻野速度的话 只能算是一般 但是干克能力 干克能力最起码是一个S级别的 然后最主要的话 皇子是拥有一个 在团战中强开团的这么一个能力 这是非常非常多打野 并不具备的一个 并不具备的一个条件 而且王子的这种强盖团是别人非常难防的 他并不像狗熊 狗熊的话 就算你闪现上去把别人抱回来 也基本 也要看一些特定的情况才行 但是王子完全不讲道理 EQ上去直接一个大招 瞬间就是 只要关注人对面没闪现 这一波团就必定打起来了 所以说王子这个英雄还是非常 非常好用的 另外一个可以敲快团的打野的 就是人马了 但是人马的话 怎么说 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不如王子的 因为他在干克的时候是没有控制的 所以说人马在干克的成功率方面 显然是肯定不及王子 这一盘的话 这一盘的话 我看到对面的话 虾子是带了一个隐燃 那这个虾子 简直是要跟我在野区 玩命的节奏了 那 如果说大家是因为皇子本身在野区碰到虾子的话 如果说大家都是带着双buff 然后是在三级的情况下 王子是根本不去虾子的 完全就是一科二连捉着A 对吧 但是有一种情况下 皇子还是比较怕虾子的 就是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虾子如果说等级到他四级和五级 当然了 你皇子也是四级到五级的话 这个皇子是打不过虾子的 因为虾子的Q等级起来之后 王子就干不过他了 因为虾子 虾子主要这个Q的CD减少 然后外带Q的这个伤害变高之后 就基本上肯定就干不过这个虾子了 所以说 而且所以说这个虾子更是带着一个点燃 那这样子的话 我再 我基本上是只能走一个反尊的路线了 而且不能这种光明震大去干 因为光明震大的话 大家走的都是阳长大道 不是 都走的那个光明大道 然后 哎 因为我们南枪 而且就把盾开了 他走的都是光明大道 走光明大道的话 那就弹成了 30秒到达战场 这边 这边这下子好溜啊 齿吉迪克到了我们这边的 发条 不然的话他直接会被我们骑人勾过去 勾过去了 这个下子是必死无疑的 因为他是没有带那个没有带闪现 因为是带引人的下子 所以说这一盘的话前期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了打到中后期 中后期的话可能带闪 因为下子不带闪现 可能作用会小很多 但是在前期来说的话 这个下单是非常非常变态的 而且一般带闪现的 一般带引人的下子都是以反野为主的 所以说我这边 打来肯定是要小心谨慎一些 好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机器还是比较懂 因为他直接是给我们 我在 蓝帮服那边是给我放了一个眼 这个眼放的非常的漂亮 因为不然的话 对面的这个瞎子很有可能 对面的这个瞎子的话 很有可能会来抓我的蓝 那这样子的话 我基本上就不太怕这个瞎子来抓我蓝了 如果说他要从 他要从就是上路那边那个三角口那边绕过来的话 那肯定是来不及的 我这边直接等他过来的时候 这个蓝肯定是已经没有了 我打完蓝之后 因为红 打蓝三级抓上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套路 我这边的话也是比 我这边的话也是蛮怕那个 家子会抓我们的大天使 我们下天使是没有演嘛 所以说我在也是时间选择在后面反蹲的 这个大天使也是有点迷了 因为现在的话 下子一直是没有出现 就因为下子没有出现 所以说我现在也是自己 我也是更加要站在他后面了 因为鬼知道这个下子是不是一个耐心非常非常好的人 好 这一波也是蹲的比较久 这边的话是冰线刷过去了 这样子的话 我是可以这边贴着这个边是走到这个草里 这样子的话走到这个草里的话 这个对面是看不到我的视野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这个人 这个我们这边大天使还是死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带双buff 我是肯定粘得死对面的这个劫子 这个大天使 他在平时消耗的时候 他实在是消耗的有点过头了 他被eq太多次了 然后对面的瞎子 这波是直接跑到的下落 这样子的话杀掉我们对面 杀掉我们的蓝枪 我们的机器人的血量有点尴尬 肯定要死 这边我们继续要死了 这边我们继续要死了 这边的话自己这边 比如说有些人回城了 回城就喜欢去看别人 走别的路怎么样了 这个人怎么样死了 没有等等等等 这边的话心得了 这边是碰到的瞎子 那这样子的话 我肯定是要先走一步了 这个太凶太凶太凶 不可好在我这边这个也是直接放下来 那这个瞎子他继续还要在这边浪 那这样子的话 我在这边这边猫一下这个瞎子 然后机器人也是 哎 机器人 这边的话机器人也是到位了 然后这边瞎子是往这边走 这边直接是1k2k戳起来瞎子 然后这边直接被鸡针勾走 那这个瞎子肯定是必死无疑 这边的话人头也是给我们的发条魔灵拿走 这个瞎子因为是带着瘾 所以说他长得特别的凶狠 这边简直就是不给我一点活路 那我这个感觉他有点过分了 真的是当我们这边没有没兄弟的吗 所以说因为瞎子是不带闪现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就能非常轻松的把握住 该打还是该逃 而且瞎子因为不用计算瞎子 是到底有没有闪现 有闪现该怎么的 没闪现该怎么的 这边的话机器人他是干嘛 这个机器人上的有点不理智 我们这边的话发掉魔灵是没有蓝的 机器人他自己也是用掉了一个虚弱 那这样子的话发掉魔灵给他上个盾 应该死不掉了 还好还好 这个机器人爸爸太凶残了 这边的话是直接瞎子是在上往上路走了 我们这边大天使 不过这波的话想杀这个大天使应该也不容易 因为大天使的话是有一个大招的 所以说我这边是并不担心他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边是在上去 继续刷完之后 然后接着是围着中路在转 打野的话最好还是围着中路转 因为中路的话毕竟是沉上起瞎子这么一个位置 前期哪条路都能崩 唯独中路不能崩 中路崩的话那就真的出事了 这盘的话这个引燃虾子也是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是被打的基本上是尽量是在刷野为主 而且是想要早点到达一个六级 到达六级的话我就算是一个 基本上就算翻身了 现在的话是过来帮发掉魔灵打下来 这边的话蓝buff打完 然后收一波赛狼回去时候是六级 六级之后满状态出来的话就是打野的话是对王子来说是最为最为强势的一波 这边的话下子又是去下路干渴 哎这边下路又是 哎我一直其实我一直没搞懂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下路为什么会这么好干渴 在我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我是觉得下路是最难最难被干渴的一次了 对 这边的话机器人也说了是也被排了 然后没没注意什么 这样子的话 这边的话对说是有眼的到我这边直接过来 在这边这两个人只都走了 因为当时的话我是不敢用闪现 因为这两个家伙是同时回程的 我闪现的话打断一个另外一个他自己打断了 比如说我打断了 然后风女他自己打断直接给我一个大招直接把我就吹跑了 然后我有一个Q就立马就滚远了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是没有选择自己用闪现 不然的话也是浪费 这边的话是到中路来蹲一波 我这边是看到上面的杰斯是刚刚在往下走 那说明杰斯的眼是直接放到了这个路口了 那我直接是那我这边是选择从对面的F4这边绕过去 我这边是看了眼辛德拉的眼 发现这边的话应该对面F4这边应该是没有野的 所以说我这边是直接往上路走 那但是这边的话我还没到这个杰斯很有可能 就直接是被大天使给单杀了 这不是 这好罪啊 那这边的话大天使也是没什么状态 我这边也是跟着大天使一起带上路推一下 这边的话对手是直接在发 这个小龙的信号了 那我这边的话是肯定要往下往下都赶了 我们这机器人好穷 这边的话小龙也是直接被对面给偷掉了 这一波好伤 跑到上去就没抓到人 然后小龙也是被偷 小龙也是被偷 偷掉 然后 这边还赔上了一个机器人的一条命 这波的话是被这个瞎子牵着鼻子走了 那我这边的话在这边是等了一波 然后这边是果然叛到的瞎子 但是 这边瞎子冲过来一套技能还是非常凶猛的 这边发酵木铃的话 因为在线上 并没有对面这个走过来的信号来的快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前期这个节奏 虽然说我是没有死过 然后也是刚刚成功过几次 但是的话 总体的时候有点是被对面这个瞎子在牵着鼻子走的 都没有感觉那不行 这边的话我也要是肯定要振作一下了 振作一下事情 所以说我既然是这个瞎子是从下路找打开的一个突破口 那我这边也是要来下路 我也是要从下路找到看有没有机会打开突破口 这边的话 机器人也是在这边排野 然后南枪在这边的话 哎呦 南枪这个空间就有点单 好的这边既然是直接把对面的风女拉了过来 那我这边的话直接吃EQ20抽 抽起来直接是 一个大招之后就不管这个风女 然后接着上去追一下这个文 那这边的话 这个机器人虚弱给的有点没看懂 啊但没关系 这边的话好歹又是杀杀掉了一个风女 这个还是我现在又突然觉得这个下路还挺好抓的 啊这有点有点颠覆我的价值观了 下路算是莫吉他抓成功一波之后 现在的话是刷buff的时间 那我这边的话是直接选择了是过来打一下自己的红buff 但是下路的话就被对面的虾子在追 算了那然后这边的话对面虾子是死掉了 那我这边肯定是要过去了 因为之前他们已经躲进塔了 我感觉对手应该是不会再追了 结果没想到这边的话对手是果断是有些丧心命狂啊 这边是冲塔也要抓他们 那我这边是直接 而且是我看到虾子死了之后我是直接选择了去下路 因为之前的话我是没有蓝 在没有蓝的情况下过着直接去下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 这波回去之后是直接出到了一个 弹刀了那这边的话 先说一下就王子的话 这个英雄他并不等同于虾子 因为虾子的话这个机动性实在太高 买个眼时的话是又肉然后又能追又能逃 所以说但是王子不一样王子的话 基本上如果王子选择了EQ上去的话 那基本是带着一种一往无前的这么一个气势的 所以说王子这边的话肯定还是要出一个弹刀 既然冲上去那肯定是要打出自己的最大伤害 我这边的话是给自己的队友放一个眼 然后发现这个杰斯并没有走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准备去杀这个杰斯的 而且我前面也是看到了这个虾子和对面的 这个新的拉斯准备进我们野区透我们来了 那这边杀完人之后 我是这边直接是给队友发型号让他快走 不然的话肯定是要被队友对手蒙掉的 那个虾子是Q到我Q到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哦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放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虾子的话你既然想救人 那你自己就留下来吧 一边的话发掉魔灵赶过来之后 我这边是拍拍屁股跑路直接杀掉对面的虾子 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天使这个大招放的非常非常到尾 在我接近蛮血的状态下竟然是直接给我放了一个大 然后这个时候新的拉斯给我放了给了我一个大招 是直接让我躲掉了啊 直接让我扛下了虾子以及新的拉斯两个大招的伤害 我这个大招简直放的是赖基比他怎么知道对面要放技能呢 而对面要查证我扔大招这些东西的 这个新的拉斯啊这个大天使这个大招放的实在是太精神了 啊这一波的话前面那一波的话也算是打了一个时间差 因为视野的话也是侦察到对手了 那这样子的话然后我走上去之后对面的杰斯因为 可能肯定也是没有眼然后又又是看到了自己的队友是在我们自己的buff buff区里面所以说打特别的激进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这边正好打了一个时间差 直接是把它给蒙掉了 那这边的话也是 我这边也是在边上先躲一下看看这边有没有眼 那这边的话这个机器人和我说这边没眼那我这边在这边肯定是要蹲一下 但是大哥我在后面蹲的话麻烦你能不能把线别推的太过分 你这样子推的话我在这蹲着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那这样子的话今天你要这样 那我这边的话肯定也是肯定要走上来了 不管有眼没眼对吧 总比蹲在后面好 啊这边的话这个眼睛刚刚消失 那这样子的话对面是知道我是蹲在这里的 但是我这边又是打了一个回马枪 然后这边人又回来了 那果断这一波的话这边的话这个家伙是没有想到我这边是打了又打了一个回马枪 那这边风女士把我吹走了 那我这边的话其实继续在追 然后这边现在是在扛塔 然后我反身给了一个大招是打住了对面的风女 然后这边风女士选择了 选择闪现走 那这边的话又来了一个瞎子 这结果这个瞎子要去追我们的能枪 那我这边的话我这边是果断选择跑路了 这个是果断没办法追啊 不好的我们这边兄弟们都来了 然后就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一圈反而肯定是绕过来 然后我们这边机器人是直接闪现过去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闪现是直接把对面的人骗了一下 而且大天使给我放了一个大招 那这样的话我这边也是死不了 啊 这边我们这边这个机器人成的非常生猛 他说他是第一次打辅助 他这边的话前面直接是一个闪现过去 直接是把辛子拉弄的有点没有方向了 我这边一刻二点直接是把辛子拉戳起来 这边是直接打掉了这条的 直接是打掉了这条小龙 那这样子的话 这边这个杰斯还是要杀我呢 我这边直接先一刻二点跑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杰斯因为技能用完之后 这样冲上来肯定必死无疑的 这两波团打得非常漂亮 然后这边的话又是拿掉下塔以及一条小龙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前期的烈士就直接全部都翻回来了 我现在回去的话我也是直接出到了一个 出到了一个鸟盾 鸟盾这个装备的话对王子来说基本几乎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装备 因为王子的话他可以选择性的开鸟盾 首先如果说队友没有上是你去强开团的 那直接就是开着鸟盾 给自己队友和自己直接上了一个鸟盾 直接就冲上去打 如果说是 对队友已经打起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直接一刻二点上去 然后再开鸟盾 这个装备对王子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 而且又加血又减CD还加无抗 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发掉魔力直接被秒掉 我这边是直接追了这个辛德拉 那这边辛德拉还剩最后一丝血 那我这边也是节约一个大招没有用 这边是一个Q直接死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盲风是直接被我们机身一道雷给雷死了 这样子的话这一波也是算转的 然后这边这个节子还是在这边挺浪的 我们就先从这边过来勾一下是没有勾到 那我这边的话我是直接是先大招 然后再用一克二连跑掉 那我这边的话 哎我这边是一出去的时候准备Q的时候 是直接被杰斯打回来了 然后一想走过来的时候 又被波女一个大招给吹回去 啊这实际是被塔活生的给打死了 这个实在是有点淡的 我的想法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当时知道 如果说我是EQ在大招这个杰斯的话 我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跑也跑不掉 所以说我是选择的先大招 然后再用一克二连跑出来 结果没有想到 结果没有想到 这边的话是被这个杰斯直接是一下E又E回去了 那我们的话这边这个男枪 啊男枪应该死不了 这个恶风女的Q没有中 就应该死不了了 我们这边发跳魔灵一个大招 然后这边的话要杀疯女 杀得掉吗 哎这边发跳魔灵要被我儿子啊 这个闪现交的不理智啊 这边的话辛德拉又是一套技能 发跳魔灵两个Q都扔歪了 正好带着 这边还好 果断是他有一个那个 我这边的话其实给他开了一个鸟盾 那这边的话开了鸟盾 那也是 但是要被维恩打死 那我这边的话我直接闪现过去杀对面的 这个疯女那边一Q二连织就是把疯女打死 但是我这边的话自己肯定是跑不掉了 这边尾恩的话加上 加上这个解释一套 一顿鸟盾把我打死了 这一波的话慢亏 这边的话我也是在考虑 呃该出什么鞋子到底是该出布甲鞋还是出一双水衣鞋 这边的话我也是在考虑呃该出什么鞋子到底是该出布甲鞋还是出一双水衣鞋 呃出水衣鞋的话就是欠少一个控制效果 然后出布甲鞋的话 呃出布甲鞋的话 那么就是说结四套的伤害会低点 因为对面的DT是维恩 所以说我这维恩的话是有基本上是靠攻速 然后真实伤害打人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呃出布甲鞋的效果收益 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高 呃所以说我这边也是一直在考虑 我后来研究想了一下还是出一双水衣鞋吧 呃这边的话这个机器人的勾非常漂亮 这边是直接勾到了对面的瞎子 那这边的话直接一克过去 然后你捡到一个素 然后两个人坐站在一起呢 那我这边是直接想都不想的一个大招 啊这边的话对手也是给了我一套技能 那我这边肯定是要先走一下 这样剩下交给机器人了 我这边放一个眼 啊对面这个辛德拉也是有点生猛啊 啊这边的话机器人还追啊 啊机器人啊 啊称的是有点凶 那我这边的话我直接一克过去 然后一个W减速 然后减到之后的话就直接交给队友了 因为很多时候啊自身是没有必要去跟对面拼命的 啊那如果说能把人头交给队友 就尽量把对啊人头交给队友 打野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抢太多人头了 啊这一盘的话我的这些人头基本上都是队友已死 然后队友已死 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还在那单兵作战的时候拿下来的 啊几乎是没有抢过队友一个人头 啊这边接着又是破掉对面的中塔 然后啊中塔破掉之后这边状态都不太好的话 就没有什么战略目标了啊 既然没有什么战略意义 那就在这边再接着晃就没有什么太多 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说这边还是选择先后撤 那我跟他们说我创的太差了 还是先走吧 回家之后的话我这边是准备出一个蓝盾 这边的话小龙马上就要刷了 这边的话队友说下路有一个人 然后叫我们去打大龙 这个打大龙就练不太合适了 哎呦我刚放下去的眼位 对 这样子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准备上去抓这个杰斯 然后是往这边绕过去 这边这个哎这边的话直接碰到这个下子 那我这边是直接捡了一下这个柱 然后我EQ是直接朝着对面的这个新特拉结局就去了 在我的眼里没有变 就只有这个新特拉 然后这个新特拉也是慌了 他直接开出了自己的沙漏 也算是放下 而是放过了我的一条命 然后这边是这又是EQ过去 那这边的话发现没什么太大的机会 这边新特拉输出实在有点吓人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还是继续准备是推一下对 推一下上塔 上塔拿了之后的话就选择会成了 这一波的话打了一波团 杀了对面一个人 就杀了对面一个新特拉 这边的话他不想打龙吧 前面是谁一直不停的朝着龙发青 好不然我早走了 这边的话也是因为状态实在太差了 王子的话打团 换换换我的想法就是王子这个英雄你去盯着文是没有用的 因为王源根本不屌你 你一个大家就在把文框起来 文一个cue也是能够cue出去的 所以说王子的话 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 我打团的话肯定是对了对面的AP了 既然AD管不住 那就只能管AP了 所以说我每一波团的话 基本上都是去黏着对面的AP 而且新特拉这个英雄的话 一套爆发如果说是他的 新特拉这个英雄的一套爆发 如果说是打在了我们的AD以及AP身上的话 那基本上肯定要死人了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 宁愿我自己去扛这个伤害 这边的话放一面棋子 结果发现小龙是直接已经被偷了 那这边的话我们是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地图上对手是没有人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是可以偷这个大龙 就是我这边的话 也是果断选择来偷这个大龙 我这边是想都不想直接开打 棋子一放 然后一套竞争直接开始扔 对面的话 就因为我们这边男枪的装备非常的好 就算对面再要赶过来的话 估计也会有一些来不及了 果然对等对面发现我们在打大龙的时候 赶过来的话 这条大龙已经没有了 怕一个成绩 直接是拿掉这条大龙 那这样子的话 对手现在如果说还要跟我们打的话 就肯定要吃亏了 我这边机器人一个勾 是没有勾到 那这样子的话 对手是直接都跑光了 因为现在有大龙buff的神赛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根本不怕对面的puck 然后现在的话 对面下路的外台还在 我们这边是海洋队友去下路 那这边的话就发掉魔灵也是 浪的有点过分了 他还是在中路况 那这边的话还是选择接应一下 他万一发掉魔灵被秒了 那这一波带大龙buff的团就满难打 这边我们这个机器人是有点浪过头了 那我这边的话我直接上去之后 直接是开了开了一个大招 朝着信他就是一顿干 然后这边的话是他准备跑掉的 我这边肯定是要跑 但这边的话这个文是看到我犹如杀父仇人 他怎么样都要杀我 然后这波的话漂亮这个发掉魔灵 躲在屁股后面的一个大招 是接大众对面三个人 这边发掉魔灵还要去杀对面的这个风女 直接Q中 然后一个引人一叫 这边风女 这边风女的话还做了一下困兽游斗 这边还选择了开个大招 看看能不能活下来 这波的话是死了我一个人 因为我们是带了一波大龙buff的 然后再加上对手的话 第一轮技能也是扔到我们机器人身上 我们这个机器人一开始冲塔了 这个虽然说不明智 但是他直接是骗到对手的第一波技能 那这样子上我就果断想都不想的 直接就是EQ2人冲塔了 然后对面的话包括星德拉的大招 所以就能打在我身上 然后最后也是为了追杀我而不顾队型 最后也是为了追杀我而不顾队型 那这样最后的话那这样子的话 最后也是最肯定也是被发掉 魔灵一个大招也是大众的非常多的人 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有点 这边南枪还好没有死 这边的话他们是有点太浪了 这边杰斯 出事了 这边杰斯是直接 这边我们的南枪还直接E上去 这个太凶猛了吧 因为这边的话我想他们前面那个情况是直接拍完屁股走就走掉了 我没想到他们竟然那么浪还一直在回头打 所以说我这边本来是准备去上路收钱的 然后就一直在中上这边摇摆不停 这也是被他们弄的有点有点淡疼 上头了 不过还好 这一波就算我们这边人死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的话这个优势非常大 对像现在这种情况下 跟对手换人头的话 其实并不算并不算亏 因为只要对手 不管杀多少人吧 他们只要拿不到 没有 退不到塔 那么那样 那么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现在的话 所有的经济都已经在塔上面了 塔以及小龙上 大龙这些经济上面了 如果说他们不拿塔的话 这个经济是均回来的 但这一波杰斯有一阵春歌 这一点还是比较麻烦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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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也是 也是一直在边上晃 看有没有机会打起来 在这边的话 我是看到对面的这个 杏特拉状态不好 我这边直接一颗二连上去 然后一个大招 框中对面三个人 然后这边发掉木铃 一个大招 是直接秒的对面的杏特拉 然后这边的话是在 我这边先一颗二连先跑 因为这边的话 血线实在太低了 我这边实在没有状态了 把这边男 这边的话 这个下次是来 我们男枪单挑 但是打着打着就发现不对了 打着打着 发现打不过了 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还是最后一丝血 但是这边 如果说能拆打的话 肯定是帮着队友拆一下打 这边杰斯的话 是有一件春歌 这边是躲掉杰斯的 一颗二连 这边的话 文是直接过来了 那我这边看到文 还是有点慌 这边 一颗 这边没有一颗中的 这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死了就有点尴尬了 被那边杰斯修操作了 不过还好 杰斯的春歌 也是被我们这边小兵打掉了 那杰斯没有春歌的话 下一波就没有什么 太大作文 而且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 我们的战略翼 也是达到了 直接是把对面的这个中路 这个二塔给推掉了 然后接下来 我是准备出一个反张甲 这边的话 这个瞎子 好的 我们这边南枪肯定跑掉 这边的话 大龙还有70秒 但 打大龙机会不大 对手的话 对手的话 现在是被破两路 那基本上是出不来了 所以说现在 小龙 现在的话 基本上 所有的 主动权 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的手上 这边的手上 对手上 大龙是正在 大龙的手上 我把这一波 这边的手上 是发信号了 要不直接来等大龙吧 我们的大天使现在这个位置是 他偷对面的蓝buff 大天使打完蓝之后也是直接过来的 这边大龙刚刷 然后我们这边就直接开始打了 这条大龙拿掉之后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下路或者上路强势一波 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选择下路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下路的话是没有外塔的 但是现在的话 对面这个杰斯的走位 杰斯好像并没有感觉到我们来抓他 所以还是一直在上面 那这样这边的话跑掉了 没有机会 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准备从中路 然后这边是一个闪现钩 然后直接是钩到对面的盲森 那这边一个大招又是框中的对面三个人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杰斯也是直接被秒掉 杰斯一下子直接被秒 那这样子的话 我现在是在最对面的新德拉 因为一克二连啊 但新德拉是直接交出了第一个 这边的话新德拉也是 也是死定了 这边的话又是秒在对面的新德拉 那这波的话是直接可以带对面走了 一般来说话打完大龙buff回来 然后如果说又有一波机会非常好的话 既然能杀掉对面一个人 那基本上就一波肯定能够完成了 好吧 这一次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进入抽奖环节 节目的最后呢 又到了本次的抽奖环节了 我们这边先打开抽奖的网站 然后把这一期视频的ID发上去 这边复制 然后这边粘贴 好 这次重点的话是第七页的 第26条留言 然后这边的话是这位朋友 这边来看一下 第七页的第26条 果然是这位朋友 然后这边的话 我也是复制一下他的邮箱 再次回复 再次回复 本期的奖品依旧是5盒的香蕉牛奶 这边的话这次的抽奖环节到这边就结束了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我的视频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的更新视频了 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